《詞曲》 《詞曲》 整個片子的基調採用的是簡約典雅 浪漫的風格 結合了中國山水式的那種異淨與留白的那種處理 縫佛最主要的就是把所有能打開的地兒全都給打開 能加縱深感的 就全都加一些縱深感 前院不管是從建築也好 建築跟那些走廊之間的那種關係 大樹跟小樹的結合 它都是一組一組 那個走廊是幾個圓門組成的 這樣有一種形式感在裡面 冬月是在後院,它是喜歡水 它的院子裡邊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水池 冬青樹是從劇裡邊前前後一直在出現的 一棵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棵樹 冬青樹就在最大的圓形的檯子上面 這樣整棵大樹跟圓形的檯子 跟前院的區別,整個就都有了 它的四寨是它的內心深處的那一塊 所以就給它用到最古朴、最簡卜的那種 能更好的跟那些自然的東西去結合 御風格整體採用原木色基調 結合了亞馬等暖色的輕質元素 且在吊頂下,創造性地懸掛了巨幅的字畫 作為整個空間的性格的點綴 我就是希望把每一個人物從他的性格角色的色彩 然後到他的衣服的細節部分 都能融入到繪畫的東西 冬月正如一個仙子一樣的 雖然一個又長得特別的可愛 他有仙氣,但是他也有人間的煙火氣 在他身上我用了一些比較輕盈的顏色 他的女裝設計上 我們都用了那種水墨風的印感 冬月有一套白藍相間的那一套衣服 繡了冬青花 這是一個他織繡的主題方面 再有一個他織繡的細節 我們用了歐式的一體刺繡 宋徽宗的那個銳鶴圖圖 就這張圖就讓我想到了縫隙 深藍的底色,然後上面全是飛鶴 所以這樣就後來有了 縫隙的設計 它的元素全部是飛鶴、飛鳥 我覺得其實它是向往自由 這樣的一個性格 三豐子這個角色 給他設定的顏色以白色系 淡綠色系 基本上是很優雅的這麼一個感覺 包括他身上的那些飛花 真的是隨便擷取他衣服上的某一個細節 可能都是一幅畫 冬西他有藍色、有白色 道樂身上同樣有藍色、白色 包括紫淵 我給他的顏色定位在一個藍紫色 第一想到的是鴛尾花 鴛尾花有一個特別的含義 就是象徵著幸福 敦遠銅呢 他我用的很深的暗紅色 象徵著全力 還用了很多的法式刺繡啊 打珠繡啊 就是西式刺繡的風格吧 運用到我們東方元素裡面 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結合 玉柔這個角色 他身上印的那些玉蘭花呀 全部用的中國大寫藝的那種花卉 左相啊 他心裡裝的是江山 所以呢 我在他的官服上面 用的都是宋代的山水花 黑甲系列 我們這次也是按照 人物色彩的法分的 由而同樣一個顏色 但是我會用不同的基礎 就是面料的二次創造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公民